七十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在与世界头号空中强敌的较量中 空战英雄们满怀豪情 把老红军老八路的战斗作风带上天 打出血腥 打出威风 这位冒蝶老人名叫陶伟 岁月沧桑 一切都显得平常而又平常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 七十多年前 他在抗美援朝空战中的凌厉一击 打出了人民空军历史上 极限近距离击落敌机的经典战力 1953年5月17日 空四师师团二大队作战后返航途中 遭遇美机偷袭 掌机被击落 陶伟不顾一切冲向敌机 敌机突然减速 企图摇尾攻击 陶伟集中升至 迅速右转上升 在滚转过程中 即将与敌机相撞的一刹那 于120米处开炮 打得敌机 凌空爆炸 米格15正常开炮距离是800米到1000米 开炮距离过近 亦造成弹片自伤 战后研读射击胶卷 战友们嘖嘖称赞 这哪里是空中打炮 这是空中拼刺刀 空中拼刺刀 异于道出的支援军空军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创造的空战奇迹 展现的英雄气概和制胜的内在激励 我觉得空中拼刺刀的话 它就体现了一个什么 就是要奋不顾身 压倒一些敌人的气势 还有就是舍身忘死 向死人生的血性 就是豁上了 就是我不顾你邪 我要给你打掉 硝烟散去 历界犹在 刹那之间 历史的指针仿佛在静静道波回旋 七十多年前 那是一场生死较量的空中大波煞 1951年6月10日 第五次战役结束 地面战线胶着在三八线南北地区 毛泽东指示空军 朝鲜战争可能出现停战谈判 空军要抓紧时间参战 以求得战斗锻 1951年7月 朝鲜北部发生四十年不遇的特大洪灾 为了增加在停战谈判中的筹码 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其威趁火打劫 命令发起空中绞杀战 封锁交通 孤立战场 企图三个月之内摧毁志愿军的铁路运输线 这一年的朝鲜天空注定是支援军空军 浴血奋战 翠火力剑的洗礼之地 半年之前 出世锋芒的中国空军首战告捷 空四师一战成名 随后空四师又两度炼剑安东 羽翼未封的他们 经受了严峻考验 1951年2月10日 发生两机相撞 一机迫降损毁的严重事故 7月9日 十二团团长赵大海 血洒长空 战死沙场 我们十二团的飞行员 是短时间的输成训练练出来的 刚刚完成了大队的基本战斗训练 空中作战的实战经验也没有 那么部队进入实战以后呢 各种问题就都暴露出来了 特别是我们的飞行员 杀敌立功的心特别迫切 没有把握好实战的特性 光顾的硬拼了 结果呢 肆与原委 如何从正反两方面汲取经验教训 把士气与技术结合起来 进一步提升战斗力 这是刘亚楼高度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甚至感到有些沉重 他又一次风尘仆仆 赶到东北前线 刘亚楼一到沈阳 就找到了空四师师长方子一 给他交代了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呢 就是要空四师 好好地总结空战经验 并且明确地要求 他们既要总结成功的经验 也要总结失败的教训 空四师文令而动 大大小小的经验座谈会 很快开展起来 我们志愿军空军部队啊 就发挥光荣的军事民主产统 只照样做到一起 找问题 目规律 想办法 对每次战斗出动 每一个战斗动作 都具体分析 这样美战后必讲评 这个制度就诞生了 九月十二日 空四师在师长方子一 正为谢锡玉率领下 再进安东迎战强敌 九月二十五日下午 美国远东空军 出动五批一百一十二架大鸡群 向西安州上空汹汹而来 空四师十二团 十六架米格十五战机 呼啸腾空 协同苏联空军进行反击 很快与二十多架美机迎面相遇 这一天的空战 规模之大 惨烈之巨 对于年轻的志愿军空军 实属空前 第一次参加空战的刘永新 格外机智勇敢 单机对六机沉稳应战 猛然咬住一架美机 按下按钮 三条火蛇喷涌而出 美机应声翻落 这是志愿军空军第一次击落 美军最新的 配刀式F-86战斗机 不幸的是 刘永新自己也被击伤 低空跳伞 壮烈牺牲 1951年10月2日 空四师战报摆上了毛泽东的案头 毛主席非常感慨 批示 刘亚楼同志此见已悦 空四师奋勇作战 甚好甚位 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 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 应予以安慰 这是战斗 我们并不占优 但我们的飞行员 打得非常勇敢 非常顽强 刘亚楼认为 士气可嘉 毛主席在深感欣慰的同时 想到了要安慰 抚恤 英勇牺牲的烈士家属 这是四师官兵 倍感温暖 深受鼓舞 迸发出奋勇杀敌的强大动力 击战之中 空四师十二团一大队大队长李永泰 率先带队冲向美籍机群 不幸遭敌摇尾攻击 米格战机重弹三十多发 负伤五十六处 李永泰临危不惧 沉着应对 驾驶着伤痕累累的米格战机 安然返航浪头机场 获得了空中坦克的美誉 通过反思这次空战 李永泰明确地认识到 要打赢空战 英勇顽强 不怕牺牲固然十分重要 熟练的飞行技术 和灵活的空战战术 同样不能缺手 从此他更加刻苦地 钻研技术和战术 并且从一次次的空战中 摸索出了从敌机后下方 进入攻击的作战方法 使用这种方法 他在1953年不到半年时间 就击落了三架F-86 和李永泰一样 研究对手 学习对手 总结经验 提高战法 在志愿军空军部队 未然乘风 于是更多杀敌 已是可期可待 在此后的激烈空战中 邹炎 耀仙 陈亮 画龙翼 陆松亭等 一个个空战英雄 剑弓蓝天 谱写出一曲曲 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空中反绞杀 空四师刀锋伶俐 势不可打 从9月12日至10月19日 空四师一共参战38天 空战十次 取得击落每击20架 击伤10架的战果 志愿军空军 与苏联空军并肩作战 打出了威震抵胆的米格走廊 米格走廊的建立 使我们控制了青川江 以北的局部制空权 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 下令B-29战略轰炸机 在没有绝对空中掩护下 白天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美国远东空军气急败坏 发誓一定要彻底摧毁米格走廊 然而等待他们的 却是同样强劲的对手 1951年10月20日 空三师在代师长袁斌 政委高后梁的带领下 进驻安东前线 袁斌司长他个儿不高 但很壮实 长征个儿不 飞行方面其实很原薄 他经常下部队 非常重视飞行员的培养 援兵只会沉重 从来没看到紧张过 他的心动有数 他知道这个飞行员 每个飞行员的情况怎么样 他们请来苏联空军和空四师的同志 介绍敌机活动规律和战术 以及他们的作战经验 在苏联空军掩护下 打小仗 取小胜 数信心 摸经验 充分发挥米格15 垂直机动性能强的优势 空三师七团三大队大队长 战区 在青川江上空 激进过人的九团一大队大队长王海 率领编队搜索前进 发现60多架敌机正在轰炸 青川江大桥 王海一声令下 米格战因从天而降 美机队形大乱 一阵惊慌之后 美机群迅速变招 只见八架美机首尾相连 形成一个大罗圈 互相掩护着与我军兜圈子 此时敌我双方机群 搅在一起盘旋缠斗 王海猛然想到 米格战机垂直机动性能 优于敌机 应当一己之长 攻敌之短 当即下令爬高站位 六架米格飞机猛越高空 把美军的圆圈阵冲得七零八落 一下就想起来 米格飞机的拉升速度快 蹭就拉上去了 拉上去以后 美国人还没反应过来 咔又俯冲下来 美国人也懵了 一下就乱了 编队就乱了 从八千米还是六千米 打到一千五百米 最后就把敌人五比零 此后王海大队先后参加八十多次空战 一共击落机伤敌机二十几架 英雄的王海大队 罗河海利用四架敌机向着太阳左转的机会 迅速切半径 一分钟内距敌机三百四十米二百四十米一百四十五米连续开炮 创造了一次战备攻击击落三架美机的近准狠空战范力 九团一大队飞行员孙生路在战机受伤限敌重围炮弹用尽的情况下 为掩护战友他放弃跳伞 驾驶着正在燃烧的战机 英勇的向美机撞去 壮力牺牲 实践了 如果祖国需要 我和我的飞机就是第二百零一发炮弹的誓言 七团一大队大队长刘玉迪在空战中 从八千米高空俯冲追击到海面 击落两架敌机 返航途中单机作战 又击落两架敌机 创造一次空战击落每机四架的记录 他打人他不顾一切的 他见敌人就打呀 在空中啊 他只要见了 非我把他打起来不可 就是这样 就是打完了子弹 我也都给你 我打不着你 我也要创你 他就做这种精神 空战士参加轮战八十六天 击落机伤美机六十四架 战国辉煌 毛泽东挥鼻血下 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 大小河岛位于朝鲜北部压陆江口之外 一直盘踞着美国南朝鲜特务武装和情报机构 危害极大 为了支援五十军拔除这颗钉子 1951年11月支援军空军首次展开多几种协同作战 三次奔袭大小河岛 11月6日空八师出动九架图二轰炸机 在空二师十六架拉十一飞机伴随护航和空三师二十四架米格十五飞机空中警戒下 成功轰炸大河岛上的目标 投弹八十一颗命中七十二颗 炸死敌作战科长海军情报队长等六十余人 11月29日夜空十师十架图二轰炸机 轰炸大小河岛海域的敌舰 敌舰被迫逃离 11月30日空八师起飞九架图二轰炸机 与空二师组成混合轰炸编队直奔大小河岛而来 途中遭到美军三十多架F-86偷袭 面对墙底 我轰炸机编队不屈不挠 与美军的F-86喷气式战斗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拼死完成了轰炸任务 必武兵机主 投弹以后飞机最害 刘亚楼司令员把他们誉为空中董存锐 誓愿军空军出手不凡 连战连结 远在北京的刘亚楼看到战报中 一串串英雄的名字和事迹 在为我参战部队深感自豪的同时 刘亚楼意识到需要进一步从宏观层面 总结提高志愿军空战战术战法了 1951年11月27日 空三师激战震撼之际 刘亚楼带着机关人员来到安东浪头机场 和空联司司令员刘震探讨空战战法 还亲自参加了空三师的战斗讲评 在听取了战斗的经验总结之后呢 刘亚楼非常形象地把空战比喻为两个人跳 如果单机和编队之间 掌机和辽机之间踩不住点 协同搞不好 那么在空战的时候不仅打不好敌人 而且会伤到自己 敌变我变 见招拆招 刘亚楼提出采取多批小编队 分梯次进入战区 集中兵力于一个空域 并力求保持四机或双机协同作战 并将这些想法下发部队讨论 几经总结实践 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 逐渐确立起来 这个原则是人民空军作战 从实践到理论的一次升华 是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歼灭敌人 这个战术思想在空战场的一次体现 刘亚楼形象地把这个领队掌机称之为蜂王 他所率领的这些机队叫做蜂群 蜂群他说了蜂王飞到了 蜂群就要跟到了 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在空中的一种整体作战 协同作战 1952年2月10日上午 数十架美机向朝鲜北部军鱼里飞来 准备轰炸这一带的铁路运输线 警报突起 空四师奉命起飞 34架米格15战机升空迎敌 在接敌之后 张机会他们首先发现的是八架敌机 其中两架直接就盯住了张机会和他的辽机 张机会马上提醒辽机保持编队 然后双击采取果断灵活的这种激动动作 反过来把敌机给咬住他的胃 然后距低600米时候三炮起发 然后就把对方的带队掌机给干下去 后来查明这就是美国所谓著名的 王派飞行员戴卫士 原来早在1951年8月 美国远东空军为加强空中优势 从美国本土专门调来一批 参加过二战的王牌飞行员 戴卫斯就是当中的一员 参加朝鲜空战半年来 戴卫斯一共击落志愿军和友军飞机14架 被美军誉为百战不殆的空中英雄和米格猎手 没想到这一天米格猎手变成米格猎物 年轻的空刺师战鹰张机慧凌厉一击 让戴卫斯神话轰然坍塌 三天后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奥托威兰发表声明 戴卫斯之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 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 给在朝鲜的美国喷气机飞行员 带来一片黯淡的气氛 1952年5月 在志愿军空地力量的坚强打击下 美军空中绞杀战以失败告终 1953年1月15日 美军72架再次来犯 时任空军12师34团团长的郑长华 率16架战鹰升空迎敌 发现敌机两架 郑长华判明是鱼尔 郑长华一看到两架飞机以后的时候呢 就散开了 不要理他 真先进 这些话也很管用 没有团长的命令 就可能就是真上了鱼尔的当 不久发现敌机24架 郑长华判断是口袋敌 果断命令攻击 击落机伤敌机三架后 在东西两路敌机尚未收紧口袋时 率领编队迅速爬高一万三千米返航 创造了大破美军口袋阵的经典战力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志愿军空军已压到一切敌人 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 以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这一高超战术 打出了人民空军的精神风貌 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留下了无愧于中华民族的荣光与辉煌 入阅进来 入阅雨 入阅雨 入阅 水 入阅 入阅 入阅